- 陳雲,莊園生,建國神話 好,第二節回來 建國神話 好,剛才看到Track Room 已經是厲害角師 已經上了神七的報酬 已經升到第一位了 過了一節之後 西王果然離開了 雖然一開始就斬斷了我們 蔡翁失馬 大家繼續鼎力支持 希望台慶當天可以見到國師 索馬劉堅和莊老師 看到我的表演 表演什麼好呢? 表演矛盾 矛盾 剛才有觀眾相當風趣 早起的牧天子又很西式 你不如介紹牧天子是誰 牧天子就是周牧王 這個牧天子傳就是魏晉時候 在這個牧寵裡找到出來的一本書 究竟真魏是否真的看之前的人寫的呢? 就算不是 都是魏晉時候的那個作品 最主要內容就是 牧天子周牧王 就是見這個西和舞 講過過程 除了剛才剛剛講他們 見面之後 第二年之後再去找他去夜總會 大家喝一杯之外 還有一段就是這個 兩個男女 有些類似客家的山歌的對唱 情歌 詩經差不多 不過這個是一個好像劇本 一來一往的 不如莊老師讀西和舞 我讀周牧王 如果我不死 就一定會回來 這樣 叫他 好 周牧王聽到之後就說 如歸西土和治之下 萬民平均 吾故見雨 比及三年將浮而野 都是男人通常說的 我很忙 我要回去治國 如果我搞定的話 三年後 三年一到 我立刻回來找你 三年又三年 九年都來了 我聽完之後 西和舞就說了 曹彼西土 還居其野 虎炮為群 於雀與處 家命不遷 我為弟女 豈何世民又將去止 吹生古王 忠心長長 世民之子 為天之亡 這裏又撒嬌了 你長途不褫 來到我這裏 這裏看下你 又讓你看的 又簡單又荒涼 得蝶爵 那些猛獸在我走來走去 不過不要緊 只要你對我的誓言不改變 我永遠都是你貼心的嬌糧 不過呢 接著又說了幾句 不過你都不知道是什麽百姓 搞到你忍心 離我而去這麼奔波 那 就說了幾句 就去少少殺嬌 對 希望只要留著周無王在身邊 叫他不要回到你這些百姓 我這裏就好 這裏才是溫柔香 對 兩個人非常前面 所以見到其實是由最當初 就是一頭野獸 又炮又虎 那樣 就慢慢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 養樓 然後呢 現在就見到和周木王 周木王你都猜到一個天使 見到人不少 對兩個人那麼前面 都可見 是西王武的知識相當之弱弱的 那這個西王武 剛才那段片都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西王武的信仰都傳到很遠 那就是去了 日本都有 日本都有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段片 這叫做日本大津祭 你知道日本有很多不同的祭典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有的 台主的神像春遊那種 是 那都是日本都去 有些外來的節慶 祭典都相當之厲害 你看到他一年都很多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祭典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是屬於西王武的祭典 都是台主的神住 就是神轎 然後周邊的人就在那裡唱歌 是可以出 是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的 你自己去日本見過也好 或者看一些節目也好 他都是老中青都會參與 那都相當難得 因為其實日本都多鄉鎮 那其實他們這方面的成傳 甚至老中青 小朋友都會出來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神轎 這個就是神轎 可以留意一下前面有個 黃武娘娘的大盆頭 就是那個頸子 就是雀仔 很漂亮 就把這個 我們華夏神話裡面的元素加進去 有黃武娘娘盆頭 上面又有個叫做青鳥 有些神功的道士在吹奏 是的 有這個小朋友 他們都很東形化 變成他們日本的神轎 但是這個就是西黃武的信仰 是的 他們的神語裡面的神像都很漂亮 是的 這個其實有些台灣都有的 但是這個日本化也不算太明顯 因為那個神轎 其實這個大陸有些內地的地方都會有的 是的 還有那個神像的樣子都還沒有日本化得很厲害 那些服飾也是畫的 是的 那可以 都差不多的 可以給大家看第二條片 第二條片就完全他們 把西黃武日本化的 因為這個是鹽島神社 你意思是神社就是神道教 那就是真的把它變成本土化 是的 那這裡就是有這個文歌的 就是日本日本的文歌 是的 那就可以 西黃武地謠 就是關於西黃武的文歌 那你見到這個神社 是的 那就可以 前面就只是唱而已 還沒見到 那你要去到九分鐘左右 那那個 是的 去到九分鐘 那這個就見到 這個就完全是這個 日本化的西黃武 就是 他穿了一個神的衣服 好像他們的演歌 那樣 但是前面那個柱 就寫著西黃武三個字 大家就會看到 這是很古典的西神方式 因為古代是沒有神像 就用這個人偶 就是用人來扮 以前叫屍 就是屍體的屍字 不要另外一邊 不要裡面的死字 那這個還會懂得跳舞 是的 將神形象化 給那些老百姓看 給那些信徒看 是的 那這個只不過是 在YouTube上找到兩段 其實如果大家經常去日本 遇到一些神祭 那其實可能 都會撞到的 都會撞到的 忽然間見到 是古代華夏的東西都出現 出著4月18號 或者應該是4月中會 可能會見到 是的 那黃武的信仰呢 就是去到朝鮮 日本 台灣 香港都有 香港很多那些 一貫度 都是擺 黃武兩兩 或者叫姚慈金武 那類 那可以 或者我們跳到台灣 給大家看一段台灣 台灣又會怎樣呢 台灣又會怎樣呢 這個 開頭的開放 都幾 台灣都很熱鬧 他們很熱鬧 他們對於那個 這個民間信仰 和真是滿天神佛 幾乎 叫做台灣風神榜 台灣風神榜 不是國師做的 叫做台灣風神榜 厲害 他們台灣風神榜 第一個神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講台語的 但不要緊 有字幕大家可以看到 他講第一個神 台灣神榜 神榜 非常非常多 他都得以 無妙的情侯來 敬虹 阿提蘭神榜 他叫名大方 都是祝福等 他們專門講的信仰 他們專門講的信仰 他們有專門 那些民間信仰的台 他們很多 如果大家有去開台灣旅行 一打開電視 有百幾個台 是百幾個台 很多圈線 或者很多人講道教 對 通常拿起電視的遙控器 你由頭到尾按一次 你就會關電視 因為有百幾個台 看看他 後一點 可能看到那些神誕的東西 對 他開始出來了 可以去後一點 這裡有很多 對 這些贊詞 這個根本就是 西王武道教 對 就是王武娘娘的數象 對 即是說西王武就是 天地之氣 化身出來的 這個是王武的數象 對 很多台灣的廟 都有 香港都有 對 這個其實他就講 黃武和姚慈金武 西王武又稱為 黃武娘娘和姚慈金武 道教的全稱 就叫做 白玉龜台九寧泰真金武元軍 好長 這個名字 一定是長的 它長才顯示隆重 或者可以停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台灣的信仰 這個 我們回來 黃武娘娘娘的道教信仰 如何變成一個神仙 一個轉化 漢朝 就是其中一個轉捏點 或者一個契機 可以給大家看一段 漢武故事 漢武帝都好像周天子 周無王 又是雲身王武 這個可以讀一讀 也挺有趣的 7月7日 7月7日 好像七夕 上於城華電齋 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來 青鳥和西邊 上就是皇上 都是原來的神話元素 時夜漏七刻 夜晚才來的 空中無雲 隱如雷聲 景天子氣 有傾 黃武志 承子車 玉女甲雨 戴七聖 清氣如雲 有義清鳥 甲氏舞旁 下車 上迎拜 賢武座 請不死之藥 漢武帝想求不死藥 又是文仙丹 想長生不老 無藥 西皇武就說 帝制情不顯 仇心上多 不死之藥 未可置也 因出途七媒 黃武自淡 拿了七個盆圖 自己吃了兩個 與帝二媒 帝留核 駐前 黃武問約 用此何為 上約 此途尾 欲眾之 武笑約 此途三千年一駐子 非下事所值也 黃武良良盆圖 要三千年之招 三千年之招 下面的凡間的肚子 就中毒了 是 柳志五間 譚與世事 而不肯言 言鬼臣 縮言辨去 即是下來跟他講一講 你又先機又未到 不死藥又不給你 給一粒土你吃一下 給一粒土你吃一下 就可以延年益受 只不過這個有少少的情節 給一粒土他吃就給了 他就自己先吃兩粒 然後再給兩粒他吃 為何他是先人 為何他自己也要吃兩粒呢 奇怪 對於對食 對食就是男女之士 其實有暗示這個男女之士 如果是神的話 就不會這麼平民化 要跪下這樣拿 因為後來有些點 叫段咒分圖 段咒就是那個叫龍陽之痞 分圖就是男女之間的暗示 那個交合 也有少少這些 話是真的 就這樣看 差點流了 所以很多個暗示 據似公天子就是非同凡響 當然要跟這些仙女或者神交合 或者有少少曖昧的事發生 我剛才看還以為 對上周穆王 好像有個很對等的跟一個人拍拖 想要去到漢武帝 不是吧 他出場的時候又有青氣 怎知道都可以發生 這些都是神話的皇帝用的 顯示他是能與神交 以前跟神仙有交往 特別講到那個盤圖三千年才結紙 以前去澳門都會買黃武娘娘盤圖回來 有些就是用神話傳說去賣民間食品 這些後來的說在西遊記都有 這些典故 這個就講漢武帝想做這個西皇武 我們操促些條仔 但現實上就做不到 但神話上又有另一個人替補相 這個就是這個 玉皇大帝 是的 玉皇大帝 這個也很熟悉 因為我們在西遊記之下 很多的作品都會看到 他總是覺得好像是一對人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 他兩個就拉起來了 拉起來之後 以後就沒有這些漢武帝 周木王那些 想去搞搞真的 因為人家已經結婚了 變成神仙的一夫一妻 不要立了想去騷擾人家 這個故事好像是去到一個衝擊 結婚之後就沒有了 以後就沒有了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 這個剛才我們看到很多漢畫 西皇武的形象有很多 這個玉皇大帝 另一個名叫東王宮 畫像是比較少的 我們就給大家看看 十四個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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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點 不是不是不是 最後一點 這個這個這個 中間那個有 因為那個影出來比較黑一點 其實就類似有些很威嚴 有些鬍鬚 這個就見到東王宮 還有再下一幅 再下一幅 這個就因為那個畫面 就剝落得比較厲害 這個就是德華 騎龍 有條龍 有這個東王宮 還有旁邊有這個西皇武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繼續有三足 還有這個 繼續這個採陽武陰 復復都有 是啊 就是 他有個東王宮 都要採陽武藥 沒錯 他本身都很虛 就是這個補藥 這個也是 也是 否則可能他都沒有本事 有這個不死之藥 是啊 所以其實在這個 道教信仰裡面 這個王武良良 還有這個玉皇大帝 後來就變成仙界裡面 兩個這個頂頭人物 神仙眷侶 但也都是掌管著這個 天公的人物 就是這個玉皇大帝 但大家又很疑問 他們究竟是否兩夫婦 我們看影視作品 他們經常用一個 單獨出現 雖然說是 配了夫妻 但實際是單獨出現 他不會說 玉皇大帝又搞不好的時候 又找王武良良商量 即使在西遊企 都沒有這些情節 其實是兩間公司 他搞不好就是 找管世音 或者再找 就找如來佛祖 也對 找另外一些東西 另外做佛教的方法 根據這個西遊記書 就是吳孔大罵 盆陶宴 黃武良良 後來就不是找玉皇大帝幫忙 找其他先眾幫忙 太熱真人出來打他 除了對西王武的崇拜 逐漸轉到另一些崇拜對象 包括西王武住的地方 崑林山也是一個崇拜對象 因為他住開的話 也有仙氣 裡面也有仙丹 或者有寶貝的東西 或者很接近的天 所以那些人經常想去那裡 相傳分開三層 去到第一層就有仙氣 第一層就好像可以長生不老 上一層就有仙氣 最高就可以成仙 所以都有一個聖山的崇拜 不過我們其實是 這個古代就是 好像是越登上天就會成仙 這個都好像是一個 和超自然的一個連結 不過近代其實 現代社會都有山的崇拜 都很想爬山 要是登雪山 越危險就越去 甚至是 搞到消防員救他們的時候 都是潔傷或者受傷 這些畫面他們都不陌生 都可以重溫 就是去年 新年差不多期間 就是大霧山結冰 越結冰和越高 那些人就越去 應該是前年的過年 應該是想成仙 山風吹下來 又冷又熱冰 聽到之後 那些人就蜂擁上山 可以看別的 這個很靜態的原因 是因為他走不到 他走不到 因為跌了 因為地面 這個就是正宗PK 這個就是正宗PK 另一段都在大霧山 其實都是 因為大霧山是香港最高的山 是 結冰 平時就不去 就是結了冰 或者是甚麼 一結了冰就變成聖山 因為覺得結了冰一定很高 或者很難去 還有覺得危險要上去 上去 善到曲折了 是 上不到去 就在中間停一停 這個厲害 這個 就是聖山崇拜 不是個別的人 是普遍很多人 心裏面的欲望 即是首個訓練都很善低 扶六度 真的很多人上去 是啊 陳虛 這個好像佔領大霧山 在上面 還有可能因為有了手機 和Facebook的原因 上去之後打了卡 打卡可以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好像一個勳章 打卡就好像以前成的 因為很冷 所以人們要穿這些反光的 鋪著反光的磅 是啊 那香港是這樣 也不單是香港人是這樣 全世界都會有聖山崇拜 當然最出名就是朱鋒 朱鋒就是說 朱木羅馬 是朱木羅馬 聽到之前可以登頂的老師 曾老師 他上到山 看到半老 其實是充滿著死屍 是啊 因為那些人跌死了 即使幾十年 他都還未腐化 真的看到那些兵下 就有死屍 那是很震驚的 過程 但是他就是 阻礙不了他 也照樣走 那個景象仿余 好像落地獄 這個有點像 冬天的昆崙山 都是這樣 不過是喜馬拉雅山 更加高 當時華人就不知道 有喜馬拉雅山 所以就是昆崙山當 是很高的 現在變了這個燈珠峰 已經變了一種 登山界的一個聖峰 以前就是很危險的 現在可能是多了響導 多了響導 多了響導 是的 所以那些人膽大了 就多了 即是尼泊爾 有一些很便宜的 就可以光顧到的導遊 但他們都是付出生命去 為了養家沒有辦法 就是為了幫人朝聖 即是登聖山 自己都沒有命的 不過那個聖 就相當之諷刺 你以前都好像是 向往做聖人 做成仙 現在不是 現在好像是實現自我 好像沒有去過 就是去了就好像是 有青春 有了實現自我價值 我覺得那個對象 好像變成崇拜自己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回到很久之前 都有個叫做絕地天通的典故 為什麼會爬山 以前就不用爬山 那些神仙在凡間 神仙會自己下來凡間找你 你都可以上去找他 有些是來自凡間 有些是來自天通 天界和凡間是可以相通的 上山很容易的 是的 但是坤崙山之後就很難 因為上了坤崙山之後 就會有個神力 是的 其中我們可以看 這個從來的 將那個天地拉闊 拉闊到那些人上不到天 或者只有神下來 我們就上不到天 是的 可以看下這個國語的楚語 講回這個絕地天通的典故 古者聞神不集 民之精爽 不愧疑者 而又能齊肅沖正 其智能上下彼矣 其性能光軟酸朗 其命能光照之 其衝能悅切之 如是則明神光之 在南若核 在女若無 及笑號之衰也 久黎亂得 民神集由 不可荒蜜 扶人作響 家為無史 有無有要則 民貴於智 而不知其福 精享無道 民神同慰 民族齊盟 無有嚴威 神壓民則 不不捐其為 家生不降 無物以響 禍災戰盡 莫盡其器 尊玉壽之 乃命南正 從師天以屬臣 命火正麗 師以地屬民 使復夠上 無相侵俗 示威絕地天通 這個就很簡單 是 以前的人很容易見到神 問神集在一起 分辨不到 不可荒蜜 辨認不到 但是 這樣不是辦法 個個都可以見到神 個個都可以請到神來幫忙 天下大亂 因為神是一種力量 當中由以炎王之戰的痴 就因為得到神力 大家都請神下來 結果就不用打了 變得神打架 神的力量很大 令到傷亡非常慘重 人類都沒有位置虛棄 古代的AI 一發大霧或是發旱災 就死了 七軍都死了 七軍都渴死 所以才發生了一個區隔 於是就 這個 尊玉帝 派了兩個兒子 一個是蟲 一個是蟲 一個是推著天 一個是堵著地 結果天和地 越隔越遠 就算了 以後那些神仙 可以下來 但人就見不到神仙 是的 即是 變成了神 就可以隨時下來搞你 你就沒有辦法 上山那裏 或者上天界那裏 拿到神力 這個在古史上叫做絕地天通 即是地天之間的通往斷絕了 以後要靠什麼呢 就是靠巫師 靠道士 靠有修煉的人 或者靠天子來祭天 這個實際上也都開始了比較專業一些的 道教啊 或者修煉的人 通靈的人 即是通靈的人 即是文獄裏面所講的巫師 是的 即是我們現在經常都 雖然說進入了什麼科技啊 文明啊 AI啊 但我們現在又玩通靈 就不單止跟神通靈 跟貓狗啊 那些什麼 索家烏龜啊 那些 索家烏龜都通靈了 現在 剛剛就是那個時代相反 那個時代太過流行這些 現在就好像隔絕了這些東西 那就重新找回古道的信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我們 建國神話說的很古老的事情 但實際上 大家都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在找那個 跟靈界相通的代理人 是的 總之不見了 死了 那就要找回來 就是只能 以前就不用 以前就是那些人 本來就是有能力的 但經過阿松和黎 將天地拆開了 找不到神先了 那靠自己 靠自己不行 然後就找無私 類似香港的民主發展 是找代理人 找代理人 找代理人 通常都是托手搶 頭神拜佛好像穩困 還有假存聖子 也不像那隻貓去哪裡 或者那隻龜去哪裡 總之先聽牠說 直到發現那隻龜 完全不是 不是自己說的 那牠這個文獻 有個資料就沒有說到 其實這個 所謂絕地天通之前 就是因為這個癡友作斷 是的 這個要看一看 是的 可以給大家看下一段文獻 大陸新聞是否都是皇帝去做決定要絕地天通 未到 是皇帝之後 之後之後有些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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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皇帝的孫 孫 那其他批函 有三段文獻 特效意思有相連 先看上書 孫有此作亂 賢及於平文 乃命從來 絕地天通 莽有降格 這個就補充前面那個文獻 只不過有多了孫有作亂 那另外就這個上書孔 時傳再解釋 寵職欺黎職和,遙命欺和,世掌天地,四時之觀,使人神不擾,國德其罪,視為絕地天通,然天神無有江地,地子不止於天,命不相干 天神又不下地,土地神又不上去,人就站在中間,分開了三個世界 去到國瑜的楚語,講這個浩帝,及笑號之須也,久黎亂得,尊玉仇之,乃命南正,從師天以淑臣,命火正黎,師地以淑民,使復救常,無雙侵俗,視為絕地天通 這個跟前面那個都類似的 九黎,即是南方那些,九個黎的族,就是黎柔那些部族 簡單來說,因為黎柔作亂之後,雖然平定了,但九黎那些民族仍然在作亂 皇帝都容忍了一段時間,那些子孫之後都容忍了一段時間,一路去到尊玉帝 傳了幾代之後,就有個命令,就命他兩個兒子將天地隔開 不用到那些南方的人,經常找到一些神仙來救命,或者幫他打仗 即將他那個力量的全員截斷了 剝奪了他們的神力,變回普通人,普通人當然不夠中原的兵馬來打 這個就是講天人之間的分隔的神話傳說 今集很豐富,我們又講了以前那個年代,神人為何去親近,到後來地絕天通 跟著就,由之前又講到西黃舞,不同歷年的形象改變 我又講過一下,這個,即是我們現代人其實都很多女神的崇拜 還有我們節目開始時都被人搞到絕了一段時間 讓我們駁回神力 是的,我們正氣,我們相信都很少會發生這些事 神才可以打開這個絕地的東東 是的,我們通回大家的聯絡 好,今集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二當然也繼續有見國神話 不過就不用等下星期二都可以跟兩位老師見面 因為書展呢,書展近了,明天十點多了 十點多了,開始了 今集中開幕了 今集中開幕了 我們最快可以何時見到莊老師 我明天三點呢,就會去到熱時的時間位 跟大家見面和簽名 是的,當然啦,你買書才簽名 當然繼續有漁夢記憶 還有,其實都可以,可能是你不買書都簽的 買了漁夢記憶一就拿去 是的,另外還有一個經典重讀 我現在手上都沒有輸,因為那些書都去到書展那裡 大家明天就開始去熱時的時間位捧場 另外,如果想見老師的話 好像老師星期四都會去書展 星期四,不知道12點半 應該是在某個地方出現 這個文化政策中卷 講一些公共空間 或者那些公園 或者那些小問題 某個空間不是崑崙山 不是的 但是比崑崙山更加難去 所以我們香港的公園 就是設施障礙物 還有很多石中人 這本都相當重要的著作 其實上冊 我相信各大院校有很多文化系 文化管理 其實都看了很久,研究了很久 今天終於出了這個中冊 都希望我們一起看多些 就可以了解香港文化的狀態 那些人未看中冊的話 何時出下冊 下冊 有段時間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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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寫的,看也有段時間去看 我貪心住 最後再多謝大家的 鼎力課金的支持 給莊老師 給崇文老師 和給小弟 大家繼續去支持 建國神話這個節目 好,我們下個星期見 拜拜 拜拜